女教师惨遭绑架 忙打电话求救 花心大帅哥临危受命 上演了一场美队版的速度与激情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动作片一线生机 金发姐是某高中的女教师 老公儿子热炕头 小日子过得是风平浪静 说有这么一天 金发姐送完孩子刚回到家 一伙歹徒就闯了进来 把无辜的保姆打死之后 二话不说就把金发姐给绑架了 而且还把金发姐的保时捷卡宴给开走了 这帮歹徒的老大是头上眉毛半身不劳的健身 他的金发姐被关进阁楼之后是彻底蒙圈了 他认为歹徒一定是认错人了 因为他和他老公从来就没得罪个人 而且家里也没什么钱 绑架他完全没有理由 金发姐正瞎琢磨的时候 杰森拎着把大锤子走了进来 金发姐以为杰森要对自己下毒手可吓得不轻了 杰森也没说话 上去就把挂在柱子上的那个老师电话给砸了个稀巴烂 杰森这么做有两个用意 一是吓唬吓唬金发姐 二是防止金发姐打电话报警 作为一名高中的理科老师 金发姐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很快就把那个被砸烂的电话给修复了 克里斯是一个喜欢冲浪的大帅哥 他和好朋友在海滩上游玩的时候 遇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前女友因为克里斯太孩子气 最终提出了分手 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克里斯决定为前女友义务劳动 并拽上了自己的好朋友 金发姐在多次尝试之后 终于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正好是大帅哥克里斯的手机 金发姐说自己被绑架了 目前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 他希望克里斯能够把手机交给警察 刚开始克里斯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 没当回事 但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劲 他开车来到警察局 找到了正在值班的警察胡子书 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情况 便把手机递了过去 金发姐说了自己的名字 和大概的家庭住址之后 告诉胡子书自己被绑架了 金发姐刚说到这儿 警察局里突然一片大乱 一帮刚被抓进来的小流氓 给警察打起来 胡子书一看这情况 便把手机还给了克里斯 让他去四楼住案组找人接听 克里斯在四楼转了一圈 也没看到一个警察 就在这个时候 杰森突然走进了阁楼 逼着金发姐说出自己老公的下落 两人的对话和金发姐的尖叫声 从听筒里直接传到了克里斯的耳朵里 金发姐虽然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做了什么 但有一点他非常清楚 那就是绝不能把老公的下落告诉这帮人 杰森一看金发姐不肯说 于是便用金发姐的儿子来威胁 说他现在就去学校绑架孩子 杰森带人走了之后 金发姐急忙向克里斯求助 希望他能去学校把孩子给借走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克里斯不敢耽搁 急忙开车前往学校 但这一路实在是太不顺了 先是遇到正在练车的蒙圈时 接着又被边开车边打电话的 奔驰姐的车给挡住 当她来到学校 刚好赶上学生们放学 她眼睁睁地看着金发姐的儿子 上了金发姐的车 金发姐在电话里一听 儿子也被绑架了 吓得是浑身发抖体肤晒抗 情急之下 克里斯急忙开着学校保安的车追赶 俗话说 欲速则不大 由于克里斯违章超车又逆行 给别人造成了一起连环车祸 好不容易回归正道 又遭遇了堵车 更糟糕的是 她的手机也快没电了 由于车上没有充电器 她只好到路边的商店去买 但顾客实在是太多了 工作人员善意地提醒她去拿个号 拿号排队肯定是来不及了 手机一旦停机 她就将失去跟金发姐的联系 无奈之下 克里斯只好回车里 手子出下班之后 在车窗上看到了一张克里斯留给她的字条 她按照金发姐的名字查到地址之后 开车来到了金发姐家 一个自称是金发姐的女人给她开了门 说自己并没有报警 也没有被绑架 这个女人是杰森的同伙 她待在金发姐家的目的 是为了等金发姐的老公 金发姐的老公虽然没有回家 但是往家里打了一电话 说自己摊上事了 让金发姐带着孩子到老地方碰头 金发姐正在跟克里斯通话的时候 杰森黑着脸走了进来 问金发姐她老公说的老地方是什么地方 刚开始金发姐死活不肯说 杰森让手下把金发姐的儿子拽了出来 说大姐我数三个数 你要是还不说 我就把你儿子给干掉 金发姐被逼无奈 只好说出了见面的地方 是在洛杉矶机场的酒吧 克里斯正聚精会神的听着呢 林大妈顶着一艘黄毛 开着敞篷车停在了克里斯的车旁边 由于林大妈车里的音乐声太大了 被电话那头的杰森也听见了 金发姐极力掩饰才给糊弄过去 杰森带人前往洛杉矶机场 金发姐请求克里斯的帮助 克里斯保证自己一定会在杰森之前到达机场 就在金发姐向克里斯介绍自己老公的样貌体征的时候 他们的通话居然跟一位律师的电话传了线了 金发姐本打算请求这位律师的帮助 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搭理他 现在的情况是 金发姐和克里斯的通话已经断了 但是他跟律师的通话倒是很正常 克里斯找到律师之后 直接把车停在了律师的车头前面 用枪逼着律师交出手机 两人正纠缠的时候 一辆卡车把克里斯的车给撞飞了 这下可好 克里斯索性把律师的手机和汽车全抢过来 克里斯开车来到机场 看到杰森等人已经抢先了一步 为了拖住杰森 在过安检的时候 克里斯故意把手枪藏在了杰森的衣服下面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杰森等人亮明了身份 原来这帮坏家伙居然全是警察 克里斯按照金发姐提供的信息 在酒吧附近找到了一个男人 他以为这个男人就是金发姐的老公 但其实不是 但他发现搞错了之后 看到杰森和同伙已经把金发姐的老公给带走了 更糟糕的是 他抢律师的那辆保时捷 也被拖车公司给拖走了 金发姐终于和老公见了面了 直到现在金发姐一直认为是抓错人 但他的老公告诉他没有抓错 听的意思 好像是金发姐的老公手里有杰森等人需要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已经被金发姐的老公存在了银行里 在杰森的逼迫下 金发姐的老公只好领着杰森等人抢往银行 金发姐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克里斯 克里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银行 当金发姐的老公把东西取出来之后 克里斯突然来一轮步方把包子抢走了 杰森带着人急忙追赶 克里斯在逃跑的过程中 一不留神把律师的那部手机给摔坏 经过一场有惊无险的追逐戏 克里斯顺利地逃脱了 此时克里斯如果想再次跟金发姐联系上 那就必须找到自己留在律师车上的手机 他在乘出租车前往拖车公司的途中 打开包拿出了一部摄像机 摄像机里有一段视频 是金发姐的老公无意中拍下来的 视频中显示 杰森和几名警察开枪打死了两名毒贩 并抢走了毒贩的钱和毒品 不幸的是 金发姐的老公当场就被发现 这也就是杰森等人 为什么要追杀金发姐一件的原因 此时克里斯意识到 自己很可能惹上大麻烦 警察胡子书在他老婆开的美容店 做面膜的时候 看到电视上正播放着采访律师的新闻 得知金发姐被绑架这件事却有气势 于是他再次来到金发姐家了解情况 当他正在屋里瞎悬末的时候 之前见过的那个女人突然冲他开了枪 胡子书略施小计就把女人给毙了 女人临死前告诉胡子书自己是警察 胡子书摸出女人的警徽一看 彻底目圈了 急忙打电话向总部汇报 那位逗逼律师刚付完拖车费 准备开着自己心爱的车离开的时候 没想到克里斯杰祖先登 再次把他的车给开走了 收到胡子书的汇报之后 警察们很快来到了现场 和杰森是一伙的坏警察大块头也赶到了 在得知那个被打死的女警察 什么也没说之后 大块头再松了一口气 这个大块头不仅是胡子书的同事 也是杰森等人的老大 当金发姐再次尝试跟外界联系的时候 被守在楼下的杰森的同伙大秃嫖给发现 大秃嫖来到阁楼上就把金发姐给胖揍了一顿 金发姐也不是省油的灯 拿起玻璃肠照着大秃嫖胳膊上的大动脉就滑了一下 这时候就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 作为一名优秀的老师 分寸尺度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大秃嫖很快就挂掉了 金发姐跑到楼下来到仓库门口 见到了被锁在里面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杰森等人开着车回来 趁着杰森正在跟大块头通话的时候 金发姐开车撞开仓库 拉着儿子就准备逃跑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杰森用枪顶住了他老公的头 在这种情况下 金发姐只好向杰森投降了 杰森正冲着金发姐发飙的时候 克里斯突然打来了电话 要求跟杰森作品交易 杰森自要是放了金发姐一件 他就把视频资料还给杰森 两人约好时间地点之后 杰森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大块头 由于这帮人都不知道克里斯长什么样 因此大块头让胡子叔跟着一起去认人 杰森带人来到圣摩基卡海滩码团 入属好人员之后 克里斯给他打来了电话 要求看看金发姐一件是否还活着 克里斯在看到金发姐一件人没事之后 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让杰森先把金发姐一件给放了 两人正在谈判的时候 克里斯的前女友一把把他的帽子给拽掉 说克里斯就是个骗 明明说好了替自己干活 这人转眼就没了 这时候大块头带着胡子叔也过来了 胡子叔一眼就认出了克里斯 可吃瓜的胡子叔不知道这里面的事 让克里斯跟着大块头回去协助调查 杰森把录像带销毁之后 大块头通过对讲机通知手下 把金发姐一件给干掉 巧的是他的命令不幸被胡子叔给听见了 胡子叔把坏警察抓起来以后 拿着坏警察的对讲机开始寻找克里斯 克里斯趁大块头和杰森不注意从桥上跳了下去 然后藏在了海滩边上的一个小屋里 可不幸的是他的脚印出卖了他 大块头很快就发现了克里斯的行踪 并且马上通知了杰森 不过他的话同时也被胡子叔给听见了 大块头正在小屋里下悬磨的时候 被克里斯给偷袭了 这个时候杰森即时赶到 上去就把克里斯给胖揍了一顿 眼瞅着克里斯要敲辫子 胡子叔及时出现 他们这边打的正热闹 金发姐那边也没钱 趁着看管他们的坏警察不注意 金发姐上去就把这哥们给勒晕了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 胡子叔在克里斯的配合下 最终把杰森也干掉了 金发姐一家三口刚准备下车 苏醒过来的坏警察就把枪也断下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我们的大英雄克里斯出现 大块头被抓之后仍然不肯认罪 说自己完全就是被诬陷 这个时候克里斯拿出了 那部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 原来他利用这款手机的摄像功能 把视频全拍在了手机上 影片的最后 金发姐感谢了救了特别一家人的克里斯 并趁机吃了这位大帅哥的豆腐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杰森出演大反派 咋看都没那么坏 盛世美颜大帅哥 哪个姑娘能不爱